男人将一只剧毒水母放入装满冰块的浴缸中 自己毫不犹豫地也躺了进去 水母在浴缸中尽情地舒展自己的触手 他慢慢地靠近男人 将触手刺入男人的手臂 男人疼得发颤 拼命拉扯能抓住的一切物体 他紧闭双眼 任凭水母将自己的胳膊缠绕住 毒素瞬间蔓延 刺骨般的疼痛让男人生不如死 就这样 仅仅七秒 男人就没有了生命体征 而这时 医护人员破门而入 原来 男人在几分钟前打了求救电话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他在为自己犯下的事而赎罪 一切事情源于一场意外 男人名叫蒂姆 原来他也是个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 就因为在开车的途中看了一眼手机 造成了一场非常惨烈的车祸 包括未婚妻在内的妻人全部身亡 身为肇事司机的自己却幸存了下来 虽然蒂姆被无罪释放 但他陷入了无比的自责和悔恨中 他无法原谅自己 于是决定用自己完好的器官 去拯救善良的人 接线员以斯拉 他对以斯拉大骂特骂 不断地辱骂他 尽管电话对面的以斯拉十分委屈 但他却没有反抗 选择默默地承受一切 蒂姆被很礼貌地挂断了电话后 自责地捂住嘴巴 将椅子狠狠地砸在地上 以此来发泄心中崩溃的情绪 因为他只有这样做 才能确保自己选择的是否都是好人 不仅如此 他还跟踪以斯拉观察他的生活 他发现以斯拉在下班后 都会到广场弹钢琴 就算上天对以斯拉如此的不公 但他仍然很乐观 希望能带给周围人幸福的音乐 傍晚 蒂姆随着以斯拉进入一家餐厅 他很明显感觉到以斯拉有些紧张 特别是当服务员走过的时候 蒂姆忍不住上前询问 以斯拉失落地笑笑 看着以斯拉失落的表情 蒂姆难受极了 他也因此决定好 将眼角膜捐给眼前这个善良的男人 很快 他又寻找到了下一个目标 这是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人 她叫艾米丽 严重时会导致昏迷 通过交谈 蒂姆决定要为她做些什么 艾米丽为了救治自己的疾病 几乎在没有收入来源 蒂姆暂停了半年所欠税款的追缴 这无疑对艾米丽来说是雪中送炭 可突然收到善意的艾米丽起了防范之心 蒂姆没有多做解释 留下一张明片就离开了 不仅如此 她还决定在自己死后 将心脏赠予艾米丽 她又来到福利保障中心 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工作人员给蒂姆介绍了一个女人康妮 康妮身处一个家暴的家庭中 独自抚养一儿一女 丈夫经常一言不合就家暴康妮 严重时候差点命丧丈夫之手 康妮想逃却又无可奈何 她生怕丈夫再次寻来 蒂姆在了解完情况后 将自己的汽车和一个信封赠予于女人 让她带着孩子们离开 开往自己的海边别墅 换个环境 开始新的生活 当女人到达别墅打开信封 里面竟是一张房屋转让协议 这时蒂姆送给康妮的礼物 希望美好的景色 可以治愈三人心灵的创伤 与此同时 外出遛狗的艾米丽 却因心脏攻穴不足 重重地摔倒在地 女人刚和邻居打完招呼 下一秒却没有任何征兆 重重地摔倒在地 原来女人身患严重的心脏病 已经十日不多了 没有多少朋友的她 夜晚进鬼使神差的 打给了警戒过警面地蒂姆 蒂姆接到电话很开心 她一边讲故事哄艾米丽入睡 一边朝着医院的方向赶去 等她到医院看着已经熟睡的艾米丽 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未婚妻 就这样 蒂姆在病床前陪护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却接到了医生的坏消息 这无疑对艾米丽来说是下了死令 大家深知心脏的捐献者少之又少 合适的心缘又渴望而不可及 医生安慰艾米丽不要气馁 并且给了她一个传呼机 一旦有捐赠者 传呼机的红灯便会亮起 在一旁的蒂姆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要抓紧时间 确定好剩下的人选 经过朋友的介绍 她来带一家疗养院 院长急需骨髓移植 蒂姆以国税调查员的身份去院长交涉 看到院长车库的豪车 原来那是院长挪用工款购置的 不仅如此 蒂姆还发现了更加肮脏的姨母 她去询问了一位双眼无神的老人 老人在蒂姆的关心下放下防备之心 她告诉了蒂姆在疗养院内所遭受的一切 倾听完老人的诉苦 蒂姆内心沉重不已 她气急了 将院长的延期还贷申请停掉 经过此事 蒂姆在挑选捐赠者的时候就更加谨慎了 这次的选择目标是一个教练 尽管自己的疾病缠身 可她仍然尽自己所能 帮助了许多贫困生 所以蒂姆将自己的肝脏捐给了教练 休息之余 教练问道 蒂姆回答 与此同时 蒂姆在医院还发现了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身患白血病 看着小男孩甜美的笑容 以及对生活的向往 蒂姆心里难受极了 她立马和小男孩做了血型匹配 幸运的是结果匹配成功 当晚她就进行了骨髓捐赠 刺骨的疼痛让她忍不住低吼 术后她一蹶一拐地回到家中 一天的劳累在此刻中的释放 第二天 蒂姆被手机铃声吵醒 是艾米莉打来的电话 她邀约蒂姆来家里供服晚餐 蒂姆一脸疲惫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傍晚 蒂姆暗示赴约 艾米莉穿了漂亮的裙子 并给蒂姆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礼物 一套休闲服 以在之前的交谈中 艾米莉得知蒂姆除了西装之外 没有别的衣服了 蒂姆有些惊喜 而打动艾米莉的 正是蒂姆的真诚和温暖 原来自从上次艾米莉晕倒后 艾米莉就开始关注到这个温暖的男人 她开始想知道蒂姆的过去 可对蒂姆来说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弥补过去 艾米莉不再追问 开始和蒂姆享受当下 出院后 他们一起遛狗 一起散步 一起享受生活 这些是对蒂姆幸福的时光 这样的生活 让对生活心灰意冷的蒂姆 也开始留恋起这美好的事件 男人只因看了一眼手机 导致全车人死亡 就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为了弥补自己的罪行要自杀 她满脸不舍拨通了求救电话 警察询问受害者是谁 男人绝望地说是自己 挂掉电话 算好时间 她坐进冰冷刺骨的浴缸之中 等待着自己的审判 救援到的时候 她刚好失去生命体征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 保存自己器官的完整 她将用自己完好的器官 拯救其他人 但早就做好打算的蒂姆却想退缩了 因为她准备心脏捐赠患者艾米莉的出现 让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与艾米莉的相处中 她渐渐被感化 但临蒂姆难过的是 艾米莉那颗脆弱的心脏 并不足以支撑住两人的爱情 蒂姆趁艾米莉熟睡 她冒语狂奔找到主治医生 问到如果没有心脏捐赠 艾米莉的存活率是多少 医生的回答无疑是给蒂姆下了死刑 她绝望地走出医院 蒂姆悲痛万分 因为她必须做出取舍 回到小旅馆 蒂姆给之前的盲人以斯拉打了一通电话 她为之前的故意辱骂道歉 她又拨通了电话给弟弟和好友 告知他们最后的决定 并不舍得与二人道别 回到家后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家中养的那只水母 从小蒂姆便知道 水母是个又美丽又致命的生物 这便是陪伴她生命缺后一刻的生物 蒂姆开始了自杀的准备 她用小刀拉开冰带 将美丽的水母倒进浴缸 毫不犹豫地躺进去 她解脱了 很快 蒂姆的尸体送往医院 但蒂姆温暖的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 此时 艾米丽的传呼机响起 她不敢相信 刚想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蒂姆 却发现蒂姆并不在身边 艾米丽被推上手术台 但她不知道的是 身边的捐献者 就是她心心念念的男人 手术非常成功 艾米丽活了下来 但她找不到蒂姆了 不久以后 蒂姆的弟弟找到艾米丽 跟她诉说了关于蒂姆的一切 为了赎罪 她捐了一页费给了弟弟 给教练捐赠了一个肾 给盲人捐赠了眼角膜 给大姐捐赠了一个皮 给白血病男孩捐赠了骨髓 还赠送了房子给一个被家暴的母亲 最后的心脏 则是给了你 听到这里 艾米丽满眼泪痕 心脏也狠狠地抽搐起来 这是她才明白 原来蒂姆早就做好了赴死的想法 但却还是每天不断地给她鼓励 艾米丽也忠于释怀 她将带着深爱之人的心意 好好活下去 不久后 艾米丽来到一所公园 这里正举行一场音乐会 而钢琴伴奏者 正是蒂姆捐赠眼角膜的盲人以斯拉 她正在开心地伴奏着 享受着如此美妙的生活 演出结束 艾米丽穿过人群 迫不及待地走到以斯拉面前 神情地注视着这双眼睛 这是她所爱之人的眼睛 艾米丽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她 而以斯拉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她透过她的眼 看到了在她身体里跳动的她的心 二人相拥而泣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七天内 上帝创造了世界 七秒内 她毁了自己的世界 她判了自己死刑 却拯救了七个人的生活 人性充满浊罪与恶 但人性也充满着善良和美好 虽然罪恶无法根除 但用自己的善良和美好 去弥补罪恶 这也是何等的了不起 地母用自己的身躯救助他人 是对自己的惩罚和救赎 也是对人性善良和美好 最好的诠释